警方在大嶼山二澳一带发现一具尸体 正是日前水警快艇回艇失踪的女警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等多个官员 对女警殉职表示悲痛 37岁水警高级督察林软仪的围体 早上大概9点被送到大滥水警基地 警方说早上7点多接报 在二澳一带发现一具尸体 到场之后初步相信死者就是上星期六 在行动期间失踪的林软仪 警务处署长萧扎仪在近中午抵达大滥水警基地 大批警员和林软仪的亲友也去到现场 有人情绪激动互相拥抱安慰 也有人带同祭品到来 林软仪07年加入警队 六年前调到水警工作 去年加入小艇队 她星期六早上坐的快艇在沙洲一带追捷走私船期间被撞回 四名警务人员堕海其中三人获救 林软仪就失踪 警方联同海事处、消防处、政府飞行服务队和内地海警 练一礼进行联合搜救行动 正在内地进行公务活动的特首林郑月娥透过新闻署 对林软仪堕海殊职发稿 对林软仪堕海殊职表示悲痛 并且对他的家人质以最深切的慰问 当局会提供一切所需的支援 他又慰问在事故中三名堕海受伤的警员 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保安局局长邓炳强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和警队也分别发稿 对林软仪在执勤的时候殉职心表哀痛 因为在执法期间因公殉职 我们警队上下感到非常痛心 亦都希望在这里想向软仪的家人 致以最深切的慰问 而我们警察福利科一直都陪伴在软仪的家人身边 我们会给予他们一个最息切的支援 无线电视机者郭荣音报道 如果真正识到我们就料理一下 我们都要注意到我们的极点